以前總統對1988年做總統 做到西元2000年 12年的時間 1992年就發生了以總統進來 他說沒有 根本沒有那個東西 現在我們給大家再看 陳水扁前總統做了8年的總統 2000年到2008年 他翻遍所有的文件 他說沒有那個東西怎麼承認呢 第一 第二 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 根本不是個表 如果是一個中國就是消滅掉中華民國 我們怎麼可以接受呢 那是國家整個主權的消失 陳水扁講了太多次 他為什麼 如果有他為什麼不承認呢 他為什麼要以止了否認呢 來 我們來看副西亞 先幫兩人會面 我們會談不到一分鐘 就為了九二有沒有共識 爭辯40分鐘 九二共識它是否存在 以後是不確定的 第二呢 九二共識它的具體內涵是什麼 其實也是不確定的 如果說要負談 要建立在三個不確定的基礎組上 那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明顯 到台南為東山咖啡文化會館揭幕 但陳總統心細的卻是 叫他共識叫做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各主表述 我們來就是他捏造出來的 那實在喔 氣死人耶 那不可以這樣做 全都在講白菜話 中國國民黨的所謂九二共識 是指一中各表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所謂九二共識 是指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就這樣的 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 將近六年的期間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騙全世界說有所謂的九二共識 前後已經騙了這一個六年 那美國也相信 也有所謂的九二共識 但是事實已經非常的清楚 包括美國也被騙了六年 九二共識不是我不接受 而是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的東西 怎麼能夠無中生有叫我來接受呢 第二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 從九二共識到一個中國問題 兩人各自表述 所謂的一中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這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在選戰倒數二十幾天的日子裡 朝野雙方為了九二共識 到底存在與否炒乾了天 如果說九二共識 連我們的海集會 這一些主要的幹部領導人 都說沒有他們所謂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不要說阿伯沒辦法接受 絕大都是的國人同胞 也絕對不會同意的 陳總統完全不能接受九二共識的存在 李前總統做十幾年的總統說沒有 淡水斌總統做八年的總統說沒有 二十年的總統都說沒有 現在的總統說沒有 阿伯 連當初是去談判的孤政府流生心 他就說沒有了 他的回憶錄裡面寫到情形後說沒有了 沒有 當年沒有達成共識 所以我要解釋九二共識 真的要先把觀眾朋友說文解釋 什麼叫做共識 共識 共識其實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同意 叫做共識嘛 比如說我們六個人同意 鳳雲你沒有同意 那我們不能講說 我們七個人達成共識 共識就是大家都同意 好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叫做共識 好 那我們來看 當年有沒有大家都同意 海基會這個傳真 我認為非常恐怖喔 傳真是結果喔 那請問在這個傳真之前 兩邊談了多少次了 傳真是五月二六 我可以叫做正任 對 這代表說我可以叫做一個動選 甚至還沒動選 就有派人去跟中國開始說了 說我如果動選 你放心 我會接受九二共識 好 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1992年雙方香港會談 並沒有達成這個共識 其實這很多歷史文獻寫得非常清楚 譬如說我手頭拿這本書 九二共識歷史純正 這是中國九州出版社出來的 九州出版社就是 國台辦的直屬的出版社 所以它代表的是官方的態度 基本上這是二千坑五年 就是孤政府神經過心一搖 他才出版的 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他說在九二年 雙方的確曾經有針對一個中國的原則 雙方有談過很多次 但是談到最後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最後唯一達成的共識是什麼 兩岸在談事務性協商的時候 不觸及一個中國的原則 如果你要勉強說九二共識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九二共識 好 這樣我們來看 中國臨底的九二共識是什麼東西 這寫得清清楚楚 海協 這是簡體字啦 海協與海基各自向對方承諾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追求國家統一 哇 各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追求國家統一 好 關於一個中國的內涵 雙方既未討論 根本沒有共識 所以代表什麼意義 沒有啊 對 代表說 國民黨跟我們騙人說 一中各表示共識 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你如果中國認定的九二共識 就是頭到第一股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原則 而且是追求國家統一 好 我現在請問馬英九 你是不是同意中國這個九二共識 你要跟我們講 因為這個傳真裡面 只有九二共識四個字 並沒有九二共識的內容 是什麼東西 所以馬英九 你明天出來告訴我們 你這個裡面提到的九二共識 是不是中國官方版認定的九二共識 叫做追求國家統一 一個中國原則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要跟中國講說 沒有 你那邊是你可以解釋 追求國家統一 但是我這邊解釋叫做一中各表 可是這樣中國如果不同意 這就不叫共識 現在這個九二共識是賣國 對 因為你追求國家統一 一個中國原則 就叫做賣國 所以我記得 阿彬鄭總統 他曾經用三個英文 他形容過九二共識 他說 他們叫做agree to disagree agree是同意 disagree是不同意 這句有的 簡單三個英文字 但是你要援助中文 漏一漏 簡單來說就是說 雙方都認知對方的不同意見 意思就是說 你那邊堅持 你是一個中國 我知道你這樣堅持 但是我不同意 我們這邊也堅持說一中各表 但是對方也知道 但是他也不同意 兩邊都不同意對方 怎麼會有共識呢 何來共識可言呢 是 郭老師 他說跟媽政府打交道很累 還要懂得年代鑑定法 什麼叫九二共識 就是你一定要拿1992年 海基跟海協會 簽的所有的文件來看 對 如果是九三年簽 也不能叫九二共識 可以叫九三共識 你剛才傳來的那個人 那個是2005年 2008年 那個頂多算08共識 我請問08的時候 什麼時候簽這個 我同意蔡委員說 你們民進黨集大學 你沒差 真的把你們民進黨派水弄 法辦 法辦 那個東西是2008 你怎麼可以拿出來拗說 那個是1992共識 我說黑白灰 現在政府已經在黑白灰 拿不出來 沒有東西 他現在拿不出來 只有黑白灰 1992年 有哪一份文件 海基跟海協簽的東西 拿出來看 跟我們說是九二共識 第二個 我說到內涵 真的內容 我覺得 很趣 剛才你跟他說 請胡錦濤開個記者會 說所謂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中各表 對 我覺得 那他們的事情 那要求太高 我的要求沒那麼高 你都沒有 也要求太高 我的交付 不是 我只要求馬英九 馬英九 你明天出來講 一個中國 只有中華民國 我要求你名字先出來說 你說有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就是 我們說的 他們說一個中國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換我們說 馬英九你明天出來 跟大家講說 一個中國 只有中華民國 你說有沒有一中各表 這個是最簡單證明 總統 我們自己的總統出來講 對 我們所謂的一中各表 叫做 一個中國 只有中華人民 只有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拜託 明天出來講 不要在那裡騙 我覺得 現在我們覺得 最起的就是 到現在還在騙 因為這個問題 我會說 我剛剛是怎麼說 這個事情 十幾年前應該就定案了 有什麼 有什麼我剛才說 要年代鑑定 如果真有九二共識 九二那一年 大家就在討論了 對 到現在還在討論 有沒有九二共識 你不覺得 很奇怪 但是有什麼 因為 這個重點 因為 這是馬英九 他能夠從中國拿到 所有好處的條件 好 這才是我們今天說 一定要把他出來講 是不是 你是不是跟人家談了什麼 秘密談了什麼 才有 零八共識這個東西出來 才有後來 簽了一些 所有的全部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 你是不是 把台灣沒掉的時候 你去答應誰 兩岸 這個兩岸之間的 這個所謂的共識 這個九二共識 我認為這個不是 兩岸之間的共識 而是國共之間的共識 為什麼我這樣講 如果這是兩岸之間的共識 不要說什麼 你共識 誰去談的 誰簽制的 好歹你一個協議 或怎麼樣一個共識 總有一個具體的文件 總要送立法院被查一下吧 現在不是喔 現在李登輝說沒有 陳水扁就任之後 翻箱倒櫃 查遍所有的文件 也都沒有所有的九二共識 那請問九二共識 到底存在哪裡呢 有 有 有 所以